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 壮新闻 天佛又早 我是黄青龙 欢迎收听POP 壮新闻 我们几位重要的人士出访 那么蔡总统到南太平洋 高雄市长韩国瑜到 港澳跟大陆的 这个深圳 厦门 他们明天都要回来了 好 这个今天没有办法避免 还是要谈谈韩国瑜的效率 但我们待会跟来宾 这个陈一新教授来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谈 我们先看另外一位出访的 这个领袖 是大陆对岸的中共国家主席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么在昨天他在法国 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那么见证了两国签署 15项商业协议 因为今年是中国跟法国 建交55周年 那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央企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 那么同意向空中巴士 要购买300架的飞机 总价值差不多300亿欧元 新台币超过一兆 那这个数字 数字居然是比去年 去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去一月份去访问北京的时候 提出来的一个希望 这个中方来购买空八的数字 多了一倍 换言之要五毛给一块 那这个动作当然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购机的外交 很明显的 因为现在跟美国贸易战的关系 又加上波音 波音737的MAX 这个空难的事情 那么让这个原来 这个在美中国市场 占尽优势的波音公司 现在看得出来 是受创很深 那么中国现在不但停飞 第一个停飞的波音 现在就跟空八 转订单给空八 去年一段时间 从中美贸易战之后 这个美中国的客机的需求 这个就已经停止了 这个购买了很久了 那么现在重点 就从美国转到欧洲 所以才会对空八 这个法国提出来的 是希望能够卖个一两百架 给中国 结果中国一口气 就买了三百架 三百架 好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中国除了是第一个 停飞这个波音的 737 MAX之外 那么现在呢 更是这个暂停 全部受理这一款飞机的 这个四航证的申请 这个就意味着说 中国大陆将会停止引进 新的波音737的MAX飞机 这当然会再一次的重创波音 所以呢 这边是加大购买了空八 这边是停飞 而且停买波音 这个一个空难的事件 给了中国一个跟美国在贸易战上 一个施压的一个施力点 而且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 非常的重 因为波音是川普非常自豪 你看那个时候空难发生 各国都要停飞 只有川普在那边犹豫了很久 因为波音这个产业 在美国华盛顿的游说力量也很强 它的确也构成了很多的这个就业 我它总部在西雅图 我去参观过这个公司 整个西雅图 当然它 西雅图有很多科技产业了 波音大概是受雇人数相当多的一个 可能跟这个Amazon 这个微软这一些 可能还超过 因为我知道 为了避免影响这个西雅图的交通 这个波音公司还跟西雅图市政府协调 让他们这个员工上班的时间 可以分得比较善 不要都集中在这种9 to 5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个交通才不会太拥挤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两国的部分 那么韩国瑜即将要回来 但是现在陆委会 要定一个韩国瑜条款 就是关于地方官员 地方首长到港澳地区 要是不是要做一些规范 那么这样的规范 当然是有它的一个 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作用 因为韩国瑜这是到港澳去 其实地方首首 地方县市首长去港澳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建的特首也都很正常 主要是因为建的中联办 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跟这个澳门的中联办主任 事先并没有报备 好 那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在这个同时 很有意思 看到AIT的网站上 在昨天突然间就贴了 在脸书分享 美国国务院的一篇 有关香港的报告 这是最近刚出炉的 那么这个内容摘要里头 这个AIT的内容摘要里头 特别提到说 一国两制架构下的香港 现在自治程度减少 那么有记者就问 说AIT把这个贴文贴在脸书 有没有特别特殊的用意 就AIT发言人孟宇和 Amanda Menso 那特别表示说 贴文的意思已经不言可遇 不言可遇 好 这个看起来 美国在现在两岸 或者蓝绿的这样的 蓝绿红的攻防当中 美国也参了一咖 也是有点角色的 我们蔡总统今天是到达了夏威夷 那么将会跟美国传统基金会 举行这个研讨会 是个视讯的研讨会了 另外AIT的主席莫健 也会来跟她碰头 那么据说她会参观的是一个 国土安全部的 的一个活动 会参观当地的国企 安全部举行的一个 做的一个参访 那其实这样 目前这样看起来 蔡总统在夏威夷 应该没有太敏感的 这个参访跟 或者是重要的人事的一个会晤 我讲的敏感参访 比如说这个印太总部 如果到印太总部 这个就相对是敏感的参访 所谓的重要人事的这种会晤 当然不是只有AIT主席莫健 或者说国会议员 或者当地的州长 我们讲的大概都是 比较高层次的 那现在这次可能没有 但是这次没有 很可能就是下半年 很可能蔡总统 会有一趟美东之旅 那又意义不同 会不会到国会去演讲 会不会到华府 或者到纽约 这都有不同的影响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要请陈一新教授到节目现场 就针对这一些问题 来给你做第一首 权威的分析 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陈一新教授在我们节目上 陈一新教授早 早 是 这两天 这个所有的国内新闻 都在谈韩国语 这里面 有报道韩国语的言行 在大陆 在这次的访问 有报道一些 对他言行的反应 还有人是针对 这种反应的再反应 那可以说产生了一个连锁的效果 那韩国语明天就要回来了 跟你请教两个问题 我知道这一次民进党政府 从蔡总统到赖清的前院长 还有这个陆委会 等等 甚至NCC都插你咖了 对媒体报道 是不是太过集中 等等也都有很多的 听说今天下午两点 NCC要开会 好 那我请教你就是说 你觉得谈韩国语这一趟的 这个去香港澳门 见了中联办 或者有一些言谈举止 你觉得是 有没有可受公平的地方 我觉得基本上 去大陆见任何人 都不叫说可受公平 都是很正常 都是很正常 我想想看 你看马习会 马跟习近平都见面 见了面 蔡英文呢 在马习会的时候 大力批评马习会 但是自己上台后呢 却透过这个管道 发声管道 说我要蔡习会 连习近平都可以见 中联办会比习近平更大吗 要统战 那习近平统战意涵更大 事实上大陆所有机构 只要是公营的 设台的 设台的机构 甚至不设台的 都有时候也会偶尔扮演一个这个这个统战的角色 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任务指定 所以说大大小小单位 从学术单位到媒体到公营的这个单位 都有这种任务 所以说你要民进党呢 这个戴起有色眼睛来看中联办 那是一种落脱了心态 根本就没有这个 你哪个人比习近平更大 你的想见习近平呢 难道你不怕被习近平统战吗 那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既然大陆都是统战的单位 多多少少赋予统战的任务 而且以前 就不要谈那个中联办 嗯这样子哈 当然他们这次当然有人讲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点是因为大家把中联办想象的很神秘 对这没什么原因 难道习近平知道的机密会比中联办少吗 他当然全国最大的 是是 对没有错 而且你讲的也没错 2015年两个人见一面 那又怎么样了 对而且蔡英文还想要见面 哦对 这是更重要的 你讲一次批评也就罢了 是 你怎么还在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呢 嗯 那就是民进党说不通的地方 就说变成 呃别人做 你又不可以 别人做你就妒忌 然后呢批评 然后你自己的上台的时候就却想 就好像这一次也有人 我看韩国也有讲说 你不要双重标准哈 就讲到说民进党以前 以前也去了 审理局啊 赖清德也都去 不过他们都说 他们在大陆的言行跟韩国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没有支持九二共识 他们还是称赞马总统 他们还引述说马总统啊 等等这些话 不要跟我们谈马总统 因为他们对马习惠的批评的到家了 我在电视台上跟他们都辩论过 OK 不要谈什么 他们是尊重马总统 这是开玩笑 还言必称马总统不成吗 不可能的事情 不诋毁就不错了 是那他们又讲说你韩国瑜去大陆 为什么不当着刘捷一 刘捷一或者是这个什么 两个中联办的主任面前讲中华民国 我记得好像韩国瑜讲了在什么场合讲的意思 他在记者会 他在外头 够了 够了 可以了 不过他这个讲的是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 以后也应该延续 1946年并没有断掉 中华民国只不过场地换了 特别强调他是孙中山 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 那一直到现在中华民国还存在 中华民国并没有断坐 没错没错 不过我也觉得很讽刺 台湾的政治就是这样子 我发现那些起来质疑韩国瑜没有讲中华民国的利盈的人 他们平常也都不讲中华民国 在台湾都不讲 都不讲 不要说大陆 都不讲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有嘴说别人 没嘴说自己 民党向来都是批评别人 自己的时候就另外回事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一种在韩国瑜的 所以我一方面觉得说 韩国瑜这趟去见这一些人 其实有多多少少引起争论没有 多少少有除媚的作用 大家过去还被那种恐共 而且我觉得越打韩国瑜 韩国瑜越红 越抹红 然后另外一点 从刚才我们这样的谈话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两岸问题上 或者统独也好 有很多大家互相都是言行不一致 对不对 就是说讲了半天拿出来说 你说别人的其实倒回来 就好像你刚说的 你去批评 结果马席会骂成那个样子 你又想要跟习近平会面 而且还不接受九二共识去见面 不接受九二共识要见面 然后呢 这个人家接受九二共识见的面 你不接受九二共识 这就是基本的差别 你又拼命骂人家接受九二共识 但是你又想要见面 有本事就不要说我永远不见 请我去我都不去 对最好要不然就这样讲 讲这种话也比较有种 或者说立营的县市长 如果从来没有去大陆卖谁过 那也就是说那比较有点 不但立营的县市长去 陈立扁在还没做总统前 也去过 宇秀连在没做富隆前都去过 所以我就说这个两岸问题 现在太多 大家都变成稻草人 都在制造稻草人 互相 我觉得民进党是比较说不通的 因为他没有说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就不一样 国民党好歹他是一直说 我坚持九个共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倒回来就好像你今天来说 讲到底 蓝绿统读讲了半天 台湾政党轮替这么多次了 民进党执政也没有独立 就两次了 陈建平还说 不能读就不能读 马1998年执政有统一的吗 也没有 也没有 所以我们整天在吵什么 吵得大家心神不灵 就是为了选举 就为了选举 吵得年轻人对未来心体非常的茫然 吵得大家心惶惶 看哪个政党 哪一个更得到人民支持 或者更得到人民讨厌 那么这个越吵没关系 真理是越变越明 我觉得没关系 就算是这种 有点混沌不清的情况下 真理还是越变越明 哪一个人犯的错比较多 因为没有人不犯错 但是犯的错比较多 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反感 讲到这里 现在韩国瑜当然是大家关注 而且韩国瑜我曾经最近也讲说 韩国瑜创造台湾的一个大的政治奇迹 政治史上的奇迹 他居然成为2018年到2020年 贯穿这三年的台湾的政治的主要的旋律 所有的从国民党到民进党的反应 社会上的 甚至柯P的变化都跟他有关 柯P自己的说边缘化 柯P是个老实人 柯P这个人是个坦白人 他这个人直率 而且也可以 讲这句话也会以后铺路 因为说明不选他就说 我又边缘化了 开始才讲说 我从政本来就不是我的规划 我还是回到医生那边去算 这个韩国瑜昨天讲说 2020不在他的规划 这个话题 因为韩国瑜到底要不要接受征召 现在连朱立伦都气不过了 昨天都要 这个吴主席赶快跟韩国瑜见面 问清楚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韩国瑜如果同意 他愿意被征召的话 那初选就这样结束了吧 大家不要吵了 我也不会省心的 连投的票都不用投了 他这个意思我想有一点降他一军了 有这个味道 要带他领表也要拿到他的身份证和图章 不给也可以的 当然他可以不给 他既然已经表示没这个规划 那更说清楚了 所以别人也不用再去 再一直逼他去领表 或者是把他列入征召的对象 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已经说 不列入规划 你非要把他列入规划 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觉得大家就开始自己来办初选 国民党自己办初选 那么韩国瑜可以充分发挥那样助选 那些人期待 很多人期待去帮他联署 其实都是为自己造势 对不对 我们也不要说 难道他是真的那么热爱韩国瑜吗 他为自己造势 好多议员 已经不止一个议员 好多议员都要挂了联署 那其实私心自用 你真的是韩国瑜 那韩国瑜要让韩国瑜 自愿的来领表来参加初选 你不要什么帮他联署 那就是为自己造势 我是认为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 也不是什么很可取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不足为训 你是真的为韩国瑜还是为自己 你说我两个都为 那就是摆明了吗 如果这样办初选 韩国瑜又没有领表 那他当然就变成 好好把高上市做好 年龄变成一个超市逐选员 他知道是2024 2024有可能 他这样讲的 就不排除2024 是 他没有说一定要参选 但2024还不排除 那这样的话 现在我所知道的 国民党有表达要参选的 有朱立伦前市长 有王金平前院长 有这个还有那个谁啊 那个张亚忠教授 还有一位是前新清北市长 就是台北县长 这个这个 周锡伟 周锡伟 还有罗志祥 你觉得吴主席还会不会登记 如果有这样的出现 大家就看嘛 无理说他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万分之一 静观其变 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 吴主席的那个三年的 所谓的管制期去大陆了 是不是到5月20号 20号 民营党假如那个时候 没有修法限制他的行动的话 那照理说是5月20号以后 那六七月会不会举行 那就是看他规划了 假如说去的话呢 假如说他能够选上当然最好 不能选上 是不是要由他去 那就是有可以公平的事情 是这样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谈一谈 川普啊 现在让他这两年来啊 经常发脾气 晚上睡不着觉的通日门 这个案子 睡不着发推文 对 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一点 云过天青的一个味道啊 这个对美国的 接下来的2020选举影响重大 对全世界市局 当然也会有连带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啊 值得来关注 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讲到说啊 这个美国司法部在前两天啊 他的部长啊 这个威伦巴尔 那么向国会公开的这个通俄案啊 特别检察官穆勒 他的一个报告的摘要啊 那么这是经过差不多两年的调查 也就是说针对川普总统本人 他竞选团队啊 那么有没有涉嫌啊 这个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互通讯息啊 来帮助他的选举啊 好那现在这个穆勒的这个报告里头啊 现在已经看得出来啊 那么认为说并没有证据显示啊 这个川普跟他的竞选团队有通俄的证据啊 那这份出来川普当然认为说啊 这个是呃 他两年来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他一方面认为说啊 美国还要经受这样的一种调查 这是一个耻辱啊 但是又讲说这是两年多年 他最美好的日子 以及美国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等等啊 好那么但是民主党啊 并没有这个因此松手了 他们认为呃整份报告都应该公开 好所以待会要请教陈欣教授啊 这个司法部给国会的报告啊 是有保留是不是 他说国会只能做局部的报告啊 这是第一个部分啊 第二个就是说 那川普在通俄门这个报告还他啊 这他所谓的清白之外啊 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我印象说他还有几个案子他在进行吗 其他案子和这个通俄门没有关 没有关啊 就是不会涉及到台湾 好那为什么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党要求全面报告公开 那有可能吗 以及为什么没有全面公开呢 有要不要报告司法部部长可以做一定的决定 那么国会找到强制要求报告公开也是可能 是 但是呢正如川普所说的 对 他之前也说过最好全部公开啊 对 他不怕啊 他不怕 他因为他心不虚啊 嗯 所以说心不虚呢 这个半夜敲门那个心不惊啊 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没他不担心 是 但是他当然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你看他常常半夜睡不着 睡不着 把推文了 把推文就增加了 有一晚上增加了很多个 对 大家觉得他有点点疯了 对 这个这种压力下是会逼疯的 我想当年的Nixon 当年的Clinton 大概多少都受到影响 后来很多的传记电影啊 都说Nixon那个半夜酗酒啊 对对对 而且讲话脏话一连串 对 这个人都他毕竟是人啊 对 好你说这个对他选情 当然可能有点波云见日啊 这其实伤害还是很大 我想到有一个他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那个Michael Fo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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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也 他就因为这样下台了嘛 他下台是因为 后来调查是和通俄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是收了好像是土耳其的一个款项 一个一个现金 对 可是也就是因为跟他的整个团队啦 他被调查 被调查 但是假设呢他没有通俄门这个事情的话 对 Follin也不见得会下台 也不见得会下台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来看呢 其实顾名思义通 我们这边搬得很好 通俄门 对 不是沟通 就是这个就是串通 串通 或者就是沟洁 沟洁 讲那个难听就沟洁 对 但是这种事情你找不到绝对的市政 没错 因为你除非对方承认说我他妈就是跟人家沟通了 那他派很重的罪啊 你就是庭外格解 我看那个过程中 比如说会讲川普的女婿去见的什么俄罗斯什么人 见面是一回事吗 因为美国人什么 美国做事要选总统来 不但你会你有机会或者你想去见很多外国领袖 对 那么外国领袖也想过来 想来见你 你看以色列的那个总理 大产大夫 这个在 在那个 在2008年选举的时候就来这个来见见共和党的候选人 对 罗姆里 那么这个你要去见哪一个人都是正常的啊 所以见不代表沟通串通或者是勾结 所以说民进党民进党想太多了 以为见的就出问题 因为他们长期啊把俄罗斯当作敌人 当作潜在敌人 是 那么这几年又把中国大陆当作潜在敌人 所以说只要跟他们有沟通的情况 他们都认为可疑要调查 但你找不到证据 所以说民党里面也有冷静的人 穆勒检察官是特别的 他不管他的党派 他算是公正 你找不到证据就是没证据 就没 对 众院议长佩洛西 讲得很清楚 他就说 他是就政治现实来讲 我假如抓不到二十几个公共党员来支持我的话 我不搞谈和 我不可能搞谈和 我不搞谈和 那没意义嘛 浪费国家资源嘛 刚刚这个陈欣教授讲到这个Muller 很有意思 Muller今年74岁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其实当过FBI的局长 他在2001到2013年 很公正的 而且他非常低调 非常低调 那么 结果我们媒体上报导 那一天 他把报告交出来了之后 那么 同一个时间 他在干嘛呢 他什么都不做 他跟他老婆 和另外一对夫妻 当天晚上静静的在一间 他们乡间别墅的餐厅吃晚餐 低调 不像我们这边 你可以想见 这边我们不晓得多少人会找到这个调查检察官啊 对 人肉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他就不讲话 不讲话 我觉得特别容易让人家感动就是 美国的司法 还是有很多人秉持 认为司法是维系社会正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 他重视了Due Process Due Process 正当程序 适当程序 假如说你没有透过适当程序硬要去定罪一个人 那怎么会被违法 他不是从动机的角度 大家要知道 因为今天如果穿 如果Muller 这个这个稍微偏向一点说要定这个川普的罪 在美国自由派掌声会如雷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啊 他他一贯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大人说没事 对啊 共产党当然很高兴 民党的大为失望 是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原来对这个Muller报告有很多寄望的反川普的人 这都美国名人啊 在这一份报告出来了之后啊 就很多人都讲说包括对Muller感到很困惑 很困惑 原来有期待嘛 对不对啊 对 好那我们进一步要谈说 如果说通俄门这个调查报告真的还了川普的清白啊 这个对他的竞选连任当然是很有帮助咯 他一定会 因为他本来就是他是共和党全国委会 他就要求他提名我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所以共和党已经定一尊了 那现在呢这个案子那个了结之后呢 证明他很清白 找不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让他更是气势如何 那党内就更加不会有人挑战 党内就不用说了 连民进党现在想要压他也压不住了 因为民进党现在15个候选人 五六个比较重要一点 想要想要挑战他也不太可能 你没有没有任何把柄嘛 那其他的各种这个政策上的意见不同 那很正常的是 民主共和党本来就有很多不同 保守和自由派本来就有在堕胎啊 这个这个枪支啊等等问题 很多有一不同意见 甚至死刑也有很多不同意见 那么这个是政策上的不同 没有什么好争的 也不必是也不必拿来批评对方 就是大家都支持民主自由 但是只不过政策立场不同 对 所以说未来呢 民主党呢会陷于一个比较困乱 有人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呢 斗争会加剧 加剧的加剧 选举的人本来就加剧 加剧这不用问 主要是优胜劣败的问题 谁的情势好嘛 对川普来讲情势很好嘛 而且他的儿子长子呢 还痛骂CNN 因为CNN过去快两年来 一直是以他为首要目标 对对对 有一次CNN还得罪了他 他气了要把这个CNN的记者证给没收啊 所以说这个他们已经成世仇了 另外还有一些媒体 像柳月时报也对他不利的 WASHINGTON POST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美国的主流媒体是对他不利 不过没有关系 他现在清白了 你也不能硬在意他罪啊 好 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那接下来川普的对外 比如说啦 他跟普丁的关系 这个通过门之后 是不是让他更没有顾忌了 可以互动可以直接的 本来普丁呢 在奥巴马时期就加入了G8 八大工业国家 但普丁觉得还很委屈 因为作为一个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 居然在原来的G7的架构下 只是听那些七大工业国的话 那俄罗斯的角色 只是变成一个背书的角色 因为他GDP很小啊 所以说他觉得很不平 所以后来他就自动退出了 那川普 不是那个的关系吗 川普后来呢 曾经希望他能够加入 加回到这个G8 这样可以增加他一点助力 因为俄罗斯跟美国 虽然也有很多矛盾 但是呢 比起美国跟盟国这些矛盾 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而且两个领导人 两个领导人还心心相习 所以基本上呢 不是不可能 未来俄罗斯可能加入G7 那么就加入G7 也有战略上的考量 那么俄罗斯跟中共的关系 就不会那么close 因为俄罗斯现在没地方去 只有跟拥抱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说战略上的考量 也是需要 美国过去两年多来 浪费了很多 那个战略上的机会 就是你一直让俄罗斯 和中国大陆走在送座堆了 是是是 其实中俄之间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对 并不是那么 除非你美国强加给他击 现在美国有了正当性之后 他这个川普的个人呢 在自由世界 民主国家里面呢 他又站起来了 对 又变成个巨人了 那么当然呢 在很多方面都会影响 包括 对欧洲很多国家 在华为上面 不甩美国的禁令 对 德国还要说 自行定规定 英国也类似的做法 所以你的意思说 通俄门这个事情 通俄门这个事情 有助于他解决这些问题 有助于他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不见得全部都能解决 那对中美贸易 甚至呢 对中美贸易也有帮助 人家本来 那个西西 美国的谈判代表就说 哎 中国大陆怎么老是在拖啊 对 原来他们在等什么呢 就是等川 等那个通俄门爆炸 哦 结果没有爆炸 没有爆炸呢 那么当然 中国大陆干脆回 干脆回到谈判桌解决问题 你算了 北韩也是这样 同样的心理 也是等通俄门爆炸 这样北韩可以站在一个 有力的谈判态势 有力的位置 有力的位置来对付美国 那么现在通俄门就解决了 那么 中国大陆 那个来自于北韩 来自于伊朗 可能多少都要看美国的脸色 盟国更要看美国的脸色 否则美国这种情报降等的威胁 你也不好受 将来你恐国内出了恐攻 你这些西欧国家都靠美国提供情报 有一个恐攻的情报 非常重要 这些国家之所以没那么多恐攻事件 都很多事事先就知道情报 把它预防掉 是是 哇这个非常重要 影响很大 你看一个通俄门的调查 跟陈一新这样的一个讨论 不但是川普的在连任的态势 更加的笃定 而且在美国对外 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 跟欧盟的关系 跟中国的关系 都会发生在 连锁变化 连锁变化 这个就是国际情势所带来的影响 因为毕竟美国还是现在全世界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谈过 我认为通俄门要想成立 或者谈案要成立 非常难 不容易 所以说你找不到直接证据 毕竟全世界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说这些调查 全世界都非常的盯着看 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世界的超强 你说你不讲军事上的 我讲一个数字让大家听 股市好了 大家知道股市的市值 全世界的股市的市值 大概差不多 从2017年来看的话 差不多80兆美元的数字 那美国多少呢 美国34兆 占45% 每个国家占45% 一国有什么大 股市就这么大 所以这些通俄门的调查 会影响美国的股市 股市已经反弹上来了 已经反弹上来了 这就是了嘛 好 所以让大家借今天这个case来理解到 国际政经的连环炮的一个影响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继续跟陈一新教授 我们要来交点放到英国的脱欧 那么来观察一下 英国脱欧出的程序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意外的影响 什么影响呢 待会儿给我告诉您 好 欢迎回到pop 撞新闻 我们节目上很多次都有谈到英国脱欧 那真的是用戴戏脱篷 用四个字台湾话 这个拍戏脱背 那是非常标准的 因为弄到现在 本来3月29号是最后的期限 但是现在一脱再脱 因为一再的这个脱欧案的 这个国会没有通过 或者国会想要的 在野党想要的是欧盟不会同意的 那么现在嘎来嘎去 就是为什么呢 为了一个因为英国 英国它的领土 它同时除了它英伦三岛之外 还有一个是跟爱尔兰的临界 那爱尔兰那一边 大概有六分级的国土 是属于英国叫北爱尔兰 北尔兰 那么所以呢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英国脱欧了之后 跟爱尔兰之间的边界 它本来是个海岛 跟这个欧盟之间 是属于海海防的一个处理 但是你不行 那你北爱跟爱尔兰之间 怎么办呢 是一个硬关卡还是一个软关卡的问题 要真正的设 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 还是弄一个软关卡 争论不休 已经讨了很久 好 那么已经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有人认为说 虽然让英国大伤元气 但也不是没有获益者 这个获益者是谁呢 就是爱尔兰 怎么回事呢 您的了解陈教授 我了解就是这个爱尔兰 它跟欧盟还是维持一个关系 英国脱欧呢自己受伤而已 是 那么欧盟跟北爱尔兰 反正他们因此呢 这个有更多的交往 对 英国这个脱欧之后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脱欧 就已经损失惨重了 损失非常重 年轻人呢这个很多 来自欧盟的国家的那个 教育经费也大坎 对 那么原来呢 原来欧 伦敦呢是世界金融中心 没有错 也开始地位下降 可能现在大权旁落 英国不再可能维持它的金融中心了 那么另外还有很多国际上的人才 本来都在英国做事 对 因为英国是个重要的一个国 现在你脱欧之后呢 很多人自然就撤离了 那么这个是对英国是损失的 但爱尔兰呢不一样 它反而加强了跟欧盟的关系 那么这个是爱尔兰赚到的 那么至于这个北岸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对 这个我们当时都讲到说 英国脱欧 已经有很多国际机构都会讲说 那我们要离开伦敦 可能要到巴黎 巴黎或者是别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这个德国了 什么地方的 但大家都忘掉了 其实啊 在同样在英国旁边的这个爱尔兰 它有很多优势 它有很多优势 就一个他跟他讲的是 同样是英语嘛 对 而且爱尔兰呢 它的电脑的软体 软体发展的非常好 非常好 那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让我们意外的印度 对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爱尔兰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爱尔兰的这个平均的这个 这个税啊 税率啊 特别低 他们只有12.5% 那么欧盟平均是税率是21.8% 那么英国 英国是二数以上 那英国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九 百分之十九 但爱尔兰是百分之十二点五 那当然会税率 这个非常有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说 巴克莱银行在脱欧事件之后 已经选择落户到爱尔兰 那么已经把差不多2150亿美元的资产转移到这个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从伦敦移到都柏林去啊 然后另外也看到啊 Facebook跟Google 他们都在爱尔兰增加了 增聘了几千个员工 把原来在英国作为我们讲的说欧洲的这样一个中心的那么一个位置啊 有那么一点味道啊 就是相当一部分改搬到爱尔兰去了啊 这个很令人意外 就是说 爱尔兰你知道他跟他一直受到英国的压力啊 他事实上 呃 当时北爱大家知道北爱的游击队啊 就是北爱的游击是意思说他们要跟爱尔兰合在一起 他们不要留在英国啊 但是打了打了游击站打那么久都没有用啊 但是现在没有想到 呃一个这个爱尔兰从上世纪大概80年代开始啊 就响应到一个新自由经济啊 大量的降税吸引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去设厂 但是在上一波全球泡沫经济啊 08年之后爱尔兰也受到很大伤害啊 但现在似乎又因为英国脱口重新站起来了啊 好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 来了解啊这种国际的地缘上的一些政经的变化 所以可以产生的影响啊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 在前两天已经先预告啊 说他要承认这个啊 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的合法性啊 那讲完没多久啊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去访问华府了 昨天两个人已经正式了宣告了 好这个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为什么川普要做这样的动作 这是他承许他两年前呢 不是承认以色列的这个首都是耶路撒冷吗 那时候就引起轩然大波 但他还没有动作 对现在呢准备要真正的大动作了 因为这一方面和他这个这个通俄门呢 问题已经这个一扫一扫这个阴脉啊 对有关 另外一方面呢他必须要在国际上做点事了 因为外交政治最容易在选举期间吸金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到底还是为了犹太人 为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人还有犹太人的势力 犹太人呢人数虽然不多 还有募款 但集中在少数几个州的这个 常常也能够对共和党的选举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说川普对争取犹太人的选举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包括叙利亚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联盟 都反对了 那我们看到美国之音报导 美国有一个新网站 Quartz 25号刊登一篇分析文章 标题叫做说 说川普的川各兰高地之举 应该让台湾以及印度感到忧虑 那么他主要是提到说 引这个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 艾德华哥德堡 他认为说 川普这样的一个动作 让美国树立一个可怕的先例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自己都不遵守法律 遵守国际法的话 那以后谁会遵守 如果中国大陆明天对台湾下手 那这不就是同样的一个做法吗 等等 他是用这个逻辑来看 或者巴基斯坦 把克里米尔打下来等等 有这么大的联想的需要吗 因为退与川普是有这可能 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特别高 因为过去美国总统 虽然也力挺以色列 没有人挺到这个地步 没有说要承认他的首都耶罗沙人 或者是过去虽然国会通过了 但是没有真正在做 那么川普现在显然很想做 而且想一个实际行动 我想纳大亚乌到美国去 是不是完全支持美国的看法 是成问题的 因为纳大亚乌晓得 一旦美国做了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里色列会成为众师之地 就更无宁致 就更无宁致 不过他表示说 美国做出了一个历史的正义之举 他是这么说 当然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觉得很困惑的是什么 这样的动作到底是印证说 川普是言而有信 对选民有信 对选民有信 美国他的世界上的威信 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存而不论 还是好的 你假如现在把它搞定了 说是格兰高利属于以色列 那可能会在中东地区造成宣传大波 甚至美国 俄罗斯也会介入 伊朗也会更积极的反对 对 那这问题是说 以后我们到底是要相信 美国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国家 还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 看他是对盟 我们当然以盟国为主了 所以说他对于美国选民有个信 谢谢陈金教授 谢谢您收听 POP中心明天见